来 瞧一瞧 瞧一瞧啊 校园 空间城洞暂时关闭 我们怎么办 先休息一夜 若明日还没消息的话 再去城中心看看 快看快看 快过来瞧啊 老乡 能吃好东西啊 救命啊 救命啊 这小魔女又得了什么星座七啊 又要找到城里不得安宁了 来 给本小姐开给你的真本事 老狗不挡当 都给本小姐滚开 来我 你 找死不成 居然竟敢得的这是小魔王 这磨倒大霉 这可是出了名的小魔女 谁遇见她谁倒霉 混蛋 你居然敢对本小姐出声啊 带你家长辈 略做教训而已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教训我 在天涯城还敢这么嚣张 我爷爷定然不会放过你 若是石像 就现在立马给本小姐磕头认 你再敢骂一句 他不杀你 我来 你 你敢打我 你这个决人 这小魔女终于栽了跟头了 好样的 终于有人能让这女魔头吃别了 可不是吗 照着自己罗家大小姐的身份 不知道做了多少年 罗家 小元大哥 这罗家便是空间虫洞的拥有者 罗家老祖实力 约莫在五星斗宗 千 千人 我敌要我爷爷 将你的手指 以为你真的躲下来 星星竟如此恶毒 几位如此行径 真不将我罗家放在你眼中啊 爷爷 那是他家老祖 居然亲自来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爷爷 他们欺负尊女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敢在天涯城对我罗家之人出事 胆子争不想我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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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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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子给你们罗家 会交出这种蛮不讲理的小辈 原来这座长辈的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啊 斗宗强者 哼 一个小小的罗家 给交出来的孙女 竟然比我还掉难 斗 斗 这么个小丫头 竟然也是斗 斗 这些人到底什么来历 此女子的实力绝不在我之下 若是强行教授 怕是得不偿失 而且如今空间冲动 正在维修的紧急关头 好 即位 今日之事恐怕有些误会 你们先将小药带回去 爷爷 我不走 你一定会我的 是 爷爷 爷爷 走吧 这位姑娘不知道能否暂留一下 如果老夫没有猜错 几位朋友此次到天涯城来 应该是为了空间虫洞吧 空间虫洞这次的问题不小 需要几位斗宗共同修复 所以想请这位姑娘出手相助 报仇呢 这支队伍的领头人 竟然是这斗红小子 空间虫洞一旦修复完成 那几位便能顺利进入 想必就不需此行了 哼 哎 几位 要知道这方圆千里之地 可再无第二个空间虫洞 哎 罢了罢了 若是这位小姐能够助我修复空间虫洞 老夫便赠予你们一枚七节磨合 谁呀 不知是否有七阶天独蟹龙兽的魔盒 天独蟹龙兽乃是远古异兽极为罕见 七阶天独蟹龙兽魔盒 着实没有 哦 不过我罗家倒是有一枚六阶的 不知是否可行 虽说并未达到我们的要求 不过这六阶魔盒倒是也能接受 嗯 嗯 有了这六阶魔盒 就相当于多了一条退路 再不济 也能作为一种保留手段 请跟我来吧 有了这位小姐相助 想必今日之内将重动恢复 小姐 小姐 没想到 你竟还留在学院 我当初可是说过 要和你一起去加马帝国逛逛 好 我回去的时候一定带上你 你 你是不是要去找你二哥 你知道我二哥的事 我之前被大长老派去 暗中保护过小丽 你二哥小丽 他以为你已身死 为了给你报仇 不认识 他在黑角域创建了一个神秘组织 转召黑盟的人刺杀 萧丽的行为 引来黑盟的震怒 黑盟中有好些实力不弱的高手 准备对他进行围剿 恐怕 现状不太好 据情报 围剿萧丽的势力 是血宗宗主犯牢 他人多事重 你最好召集好人手再去 不然会吃亏 那院长老都被大长老召集过去 准备与黑盟大战 我这会儿 还能到哪儿去召集人手 你这是把盘门给忘了啊 好 诸位 今天我们要和门主一起 去黑角域怎么走 门主的二哥现在处境很危险 我们要助他一臂之力 黑角域的恶势力 嚣张跋扈 为所欲为 还几次来放我们迦南学院 这次 我们要迎头痛击 让他们知道 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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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 多亏有你和虎家进行管理 才让当年那个小小盘门 变得如此强大 盘门能有今天的实力 其实更离不开你和熏二的影响 喂喂 别忘了 也有我的功劳好吧 对 紫妍的功劳也很大 两年不见 你怎么还没长大 还不是因为某个人 一生不肯突然消失 害我没了好吃的 好吧 那当作补偿 以后 我给你练真正的化形单 好让你自由变换身躯 怎么样 那你可要说话算话啊 嗯 我们已经进入黑角域区域 大概明日清晨就能抵达 对吧 大家好好休息 养精蓄锐 我已经等不及要喝光消利的血了 咱们藏在林子里的暗烧已经有七八处被拔了 这里也被发现了 领头的人是谁 是血尊宗主 范老 来得好 今天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要让范老给三弟陪葬 狙杀队潜入森林 尽可能消耗敌人战斗力 其他人防御寨子 全力尽备 是 是 三弟 等着 二哥这就给你拉个颠背的下来 为何会心许不安 不行 必须得尽快赶过去 我要先走一步 你们尽快跟来 你 头 狙杀队已经伤亡过半 虽然对方阵亡是我们双倍之多 但依然无法阻挡他们的攻势 按照目前的局势 对方马上便会抵达寨外 缺缘分散 准备与来犯者拼死一战 是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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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这个无名组织的首领 灭了他 如此亮丽 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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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没死 三弟 真的是你吗 你没死 二哥 是我 小家还有大仇未报 我怎么会轻易死了 二哥休息片刻 待我收拾了这家伙 再跟你续酒 他可是斗皇强者 身边还有三个斗王 我们还是先撤吧 来日方长 有的是报仇的机会 你可希望不要 再出岔子了 二哥 你就放心吧 两年前让他垂死逃窜 今日 我要让他有来无回 相信我 那好吧 你放心对付范劳 我来挡住那子 你受伤不轻 就别出手了 都交给我 范宗主 你这条老命 我今天收定了 跟我一起 取了这萧嫣的性命 这女人现在跑出来干什么 这次可还有人来帮你 这位朋友 你的目的可是萧嫣 我试的话不如我们联手 一起对付这小子 你没着资格 既然阁下不愿意 那就请便吧 这该死的女人 等事情办完 我定要想办法抓住你 让你知道本宗主的厉害 美渡沙 我欠你的 日后会用命来还 但今日 请你别插手 这份恩情 萧嫣定会记住 我从来 我写了 我写了 你 我写了 你 没有 小炎 静 你的秘密是我的 竟然真的就这么走了 难道是因为吞天网的原因 鸭尖嘴利的小子 我们四个一样能永远 把你留在这里 都收 杀了他 你竟然炼化了陨落心眼 这两年三弟又成长了不少啊 该死了 小炎 小炎 你专心解决那个老家伙 这两人交给我与紫妍便好 看来今天你死定了 众人听令 给我剿灭山寨所有人 王王的小子 我贩劳可不怕你 两年了 这些老手段对我没用了 小炎 我们世间的恩怨全是由你而起 若不是你杀我儿子 我也犯不着与你结怨 其实身处黑角玉这等万帝 也会有因果报应 你儿子的死 是他咎由自取 小子 你不得好死 还真是负于顽抗呢 你不要得意 得罪了黑盟 日后可没什么好下场 不劳范宗主操仙 再过两日 我自然会去黑盟 表结于韩风的恩怨 小炎 如今我的确不是你的对手 可你想要杀我 也没那么容易 这 就是这种老手段 带我举起人手再来算账 到时候 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万帮主 恐怕你没机会回去了 受死 我就死了 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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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意义的混战 还是尽快结束吧 范劳已死 你们无需再战 我不愿大开杀戒 你们回去替我带话给汉丰 不是 我将上门取其性命 什么 范宗主被杀了 大家不要轻信 宗主可是窦皇强者 怎会死在这个 入袖未干的小子手中 正是 大家一起上 等宫破了山寨 我们宗主一定大大有赏 有冲啊 这小子 这一手也太恐怖了 还有谁想来试试的吗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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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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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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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援助之行 萧炎在此谢过 日后若有需要再想帮 咱们认识这么久 这种客套话就别说了 以后如果我真遇到困难 肯定不会跟你客气的 肯定不会跟你客气的 喂 小爷 我也是出了大力气的 千万不能忘了呀 放心吧 小丫头 你的画形单 我可一直记在心里 给你们两个就不用客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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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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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